讲到三省的楼价 昨天你没有看新闻 原来这一排 这个加拿大楼价 7月就好了很多 因为刚刚公布做到昨天看新闻 他知道昨晚还是前晚 就说全国在40年来 二手楼的成交量 就是创了一个新高纪录 多少家我忘记了 不过是40年新高纪录 升了多少呢 升了差不多 就是这个近三成 其中一个最擅长是温哥华 升了43% 楼价整体就升了 平均升了13% 当然楼价最高也是温哥华 和多伦多的大城市 因为没办法其他 相对的城市小的人口又少 当然没那么高的楼价 经济人也很弱 因为温哥华是移民城市 也可能是香港最多人来的 但相比于香港的楼价来说 其实都是便宜的 以及现在的所谓升了 就是从刚刚 我会说过 这个16年刚刚来的时候 买了楼花 买完之后 接着就加这个 买加税了 升了一段时间 其实去年就跌下去了 现在就升了一些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供应是减少了 即是建楼是慢了 即是没有开工 所以供应少了 当然温哥华或者多伦多 这些地方也因为多了香港人回楼 因为我最近都收到一些朋友 都问一下这方面的楼价 还有有兴趣买 所以变成了 其实楼价就开始向好 即是向彎好 是 又可能停了一段那么长的时间 我们的pandemic 由三月开始 到一直的楼市都非常之恐怖 即是交流很低很惨淡 但是一直楼价就没有什么变化 就保持回来的 但是成交度就少了 一直最惨就是四月份 五月就好一点点 六月就好一点点 七月就不能声就升了上去了 就是交头 你初初三月爆发的时候 三四月就因为你也是 假居零 很多人都是不想被人看一间楼 就是那些陌生人来到的时候 怕带到一些戒指病毒 所以就没得看楼 所以变成差不多成了 大关说升了14% 是 是的 就是平均投价 就是这个 温哥华好像中位数都是最高的全国 大概一百万几万左右 就是中位数 就是全温哥华大温市那些 但是多伦多都拍得住温哥华 其实现在多伦多都升得很厉害 听到 那你多伦多人口很多很多 跟温哥华比 是吧 还有那些要工作的继续 就是两类的人 如果想着退休那些 或者已经有这么少年纪回流那些 就多伦多都回到温哥华 如果你想打工的 始终都是去这个多人多的机会 多一些的 因为阿Q爺这样说法 现在其实我们的关还封了 我们的家美边境 就封到9月的26号 国际线更加都不知道 不知道封到什么时候 那就是说现在的楼市这么好 就是说是内销内需 是不是 就是自己人买回 你觉得 不是 我有朋友刚刚问我 他在香港原来 香港继续有展销 就是有隔壮买牛 就是有人在香港 照着推销的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买楼都是来这里 卖好点找回来的经纪 因为其实香港的那些楼本 很多都是相似的 比如你来到你才问到一些经纪 究竟谁是 比如香港我们买楼都会知道 就是买哪个发展商的楼 就比较是 就是那些材料好一点 就是实际的间隔好一点 有些楼就是特别差 就是免得开名 不为得罪人 就是有些发展商的楼 就是很多人害怕 就是收楼的时候里面 就是很多地方不对版的 其实这里一样 都是以后一些比较名牌 我来到才知道 就是说哪个地眼商 就是多年 其实我现在住这家 都是楼花来的 就是因为都是听亲戚 就是说 看过很多楼之后 刚经过那些地盘的话 这个是 这个温哥华最好的建造商 就是建造商发展商 就是建造商的楼 就是挺漂亮的 那就买了 所以是 我也就这样 都不要隔壮买牛了 如果你要买 当然现在就不方便 除非你是持平衡 或者是加拿大国 即是可以回来 现在来不到买的 因为你说暂时 都不可以入境 都不可以入境 如果可以入境的时候 或者是将来 明年有些人准备回楼 其实都是应该回来自己看看 或者多看一些比较才买 就比较好一些 我就觉得是 因为始终你看照片 当然是漂亮的 它展销会当然是漂亮的 但问题是 它坐落在哪里 你又不知道 还有最好是问本地人 像我们这些 因为我们常常 持着车四周围 那比如哪个发展商 建的房子 我们是看到那个分别 这个好像砌积木 为什么这么危险 这个就有些规模 建得比较 像起楼 有天秤 都很稳定的 但有一些好像 凹出来的 很危险 有时我会看得到的 所以 当然我们要求重的 需要不同 你始终在外面看 那个 当然很漂亮 给大家看 但你不知道地区在哪里 那个居住的环境是怎样 你个人的需要不同 譬如我说他不喜欢开车 不喜欢开车 你可能就要买一支接近 譬如我家 很接近这个Skytrain 而Skytrain 发达了很多 你走去都不需要五分钟 你要买这些地区 就对你了 如果你太远 Skytrain又不到 要接驳巴士 不适合你 始终要去看 就好一些 不同地区 不如现在我都说 加拿大很多新的发展 都学了香港 譬如Logic 起了那次太古城 都是在Skytrain 即是附近 这些可能是香港人会喜欢的 特别是一些老人家 又不想开车 你坐Skytrain 可以到处去 这里好像说 长者你买一个卡 是有没有五十加元 好像任答的 好像是 好像是 我多数开车 我不知道 有些优惠 那里面也可以 类似香港 就两元乘搭 如果这里五十元 任答 全年也很划算 因为我听过 有些朋友 有些老人家就是这样 住在Skytrain 每天都去不同区 喝茶可以 因为加东费便宜 没错 加东费便宜 就像你香港搭地铁 又到处去 又有长者优惠 而且老人家都觉得 香港应该买一些 可能一出了车站 已经上面是上蓋 已经有大厦 有酒楼 之外都不需要走很远 当然有些人说要读书 我有个朋友笑的 他就说是英国 他也是 有人在网上买房 很漂亮 就买了 怎么来到英国看房子 为什么这个区域这么臭 整天都这么臭 原来他买了个屋 旁边就是化分池 整个区域 也会经常有一股味 涌一下涌一下 特别是天气好晒 之类就会闻到一些味 或者下大雨涌出来 很惨 所以真的要小心 买房子这些这么大的投资 是不是 其实最好都是 先来一旅 你当旅行也好 就像2016年的时候 来到 找到朋友介绍的经纪 这儿其实挺好 经纪就肯到处去 你又不用自己 又不用交工具 那你就看了这么多区 按照你自己的需要 譬如有些人 为了子女是读书的 要住在Wingcouver 特别是这个 West Wingcouver 会多些名校 好的学校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需要 那考虑又不同 有些人喜欢 不想这么多中国人 想最好远离 不要这么多中国人 那你可能会住远一点 住到Mabel Reef 或者Coccurum 再进一点 少一些中国人 就是看你自己的需要 但是始终你来到处去看看 那时候你会有个印象 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就奇怪了 Curian 为什么他说现在的楼市 这么暢黄呢 还要是20多年来最暢黄 那应该正常就是 会有些外地的人来买啊 现在可能是我们自己人就买啊 都不出奇了 所以都是好事来的 好消息 现在可能就是因为 息又减了 就是便宜的息 本地本身也有一个需求 但是我想不断的移民来加拿大 都是一个很重要因素 因为我看过一个报告就说 如果加拿大要维持 现在这样的经济和生活水平 我们现在大概有三千几万人 就是全港 应该去到就是2050年的时候 其实加拿大的人口 应该要去到一亿才可以对 就是才对 那你每一个移民 其实除了人才之外 也有资本的流入 就是新移民就 就是很基本的需要 一定会买的 就是你会买楼买车 都会带动 就是这样的经济 经济的发展 所以变成了这个 其实是加拿大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就是除了自己本土 很多资源丰富之外 是未来的增长一个主要动力 尤其是这些 就是主要的城市 就像温哥华 好像多伦多 其实就是那个 移民的带动 我想是很重要的 就是移民经济 是很重要的 其实不只是香港 根本你知道来自很多地方 那些人都移民来 这个温哥华 甚至是美国 就是美国都不少中间阶级 就是我记得就是几年前 选了特朗普 有些人不喜欢特朗普 就是搬了上来的 这个是加拿大 或者现在也有些人 是买了一些 当好像是夏天的 夏天就会来加拿大住 其实也不少 这个就像香港 但现在不能来 现在不能来 不是 原来是加拿大和美国 在陆路那里是不行的 航空其实继续是有的 就是继续是有往来的 但是你要在冬天 你要在冬天 但是都 要在冬天 不行也不行 是的不行也要在冬天 你来可以 那你就在冬天 是的 是 就是下路就完全不行 那 坐飞机如果有需要 比如工作 或者其他 你要来照顾 那些亲人之类的东西 其实都还可以 但是旅行也是不行 坐飞机旅行也是不行 当然人也很少 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这个疫情 是继续是 就是这样延续下去 就是到明天 那可能那个经济 都是不是那么快 就可以恢复 所以今天新闻也有报导说 刚刚现在转了一个财长 我们就是方惠勒 就是这个财长 是的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因为都是这两个新闻来的 就是副总理的方惠勒 就转兼做这个财政部长 然后财政部长 就是 还有副总理 当然 还有副总理 就是一个说法 就是说他和杜鲁多的经济理念 不是有点不同 他不是那么主张 派那么多钱 但是另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近期 因为加拿大也有一宗所谓的丑闻 就是那个V Charity 那一宗事件 就是牵涉到这个财长 所以可能也是乘机 引退一个原因 这个方惠勒一上场 就是今天宣布了 就是因为现在始终都是经济没有稳定 所以那个CRB都会延伸多一个月 就是本来今个月就延伸的 20个工时 你就已经可以有资格拿这个EI 那EI就是大概拿到26个星期的 那是你的薪金的55% 但是相当之不错 是的 就是大概 但是生活上就是始终会有保障 就是不用怕 好像现在香港很惨 很多人 没有东西 我根本看到娱乐新闻 就是这个阿士的那个刘石言 就是很惨 你认识他 你也是 我认识他 演藝学院 我和我的师兄 你是师兄 我师兄 他现在连收入 惨的又有病 他都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昨天生就是影压史的 没有新疗救济金的东西 除非要申请中回 那也不是马上批 所以香港有这个问题 加拿大就好些 起码都可以捱下去 这个是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真的想不到从事演艺的这个界别的人 可以遭遇得这么惨 到现在真的可以完全没有工作 你看电影也是停止 电视又没什么拍 再加上很多的限制 很多条件 你才可以做演员 现在你的政治的那个理念 现在我想起来最后惨 因为以前来说 你就算是一些 不是那么出名 那些艺人 你可能都可以回大陆 去走啊浮 唱歌等台 去那些地方 唱歌表演 都找到两餐 现在都回不了大陆 现在真是糟 有这个疫情的问题 就算这些 香港更加 香港也没有了 实际上真的没有工作 又没有戏 又没有戏 又没有 你连是 譬如去年来说 连那些年中的 很多大公司 本来都会搞些什么 连续艺人去做 唱歌 都全部没有了 是吧 是的 那哪里有收入 都不知道吃什么 都不知道吃什么 真的不知道吃什么 你有限聚令 就很惨 你有限聚令 你变了你没有活动 你没有所有的表演 已经有了 加上你还有舞台剧 现在香港也很流行 舞台剧 又没有了 对 就是你很多人 那几年里面 很多连续艺人 都是靠做舞台剧 找回两餐 对 就是人喜欢看舞台剧 但是现在这些 活动都没有了 就是基本上 差不多停了 没有了 除了你用来电视艺员 还有些电视工作 之外 真的什么都没得做 就是基本上 就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很惨 所以很惨 所以希望政府 又不会去帮 之前其实 好像Sam 虚 郭富城 都做了些事情 甚至是 就是帮回一下自己的朋友 就是叫做同业那些 但是你始终不是 就是能力有限 都是帮到身边的一百几十 或者几百 整个行业 就是这么多人找到 这个只是其中的行业 其实很多的行业都是一样 加拿大的情况会好些 始终是 就是 暂时来说 都不是这么担心 因为如果你真的看经济上来说 我听新闻 原来现在扔了这么多钱 就是 就是 这个加拿大 今次由三年到现在来说 真的 支出了差不多 过万亿的 已经 那个预算量 因为财资当然大增 这个也是说 旧财长可能他也是 传统那些 就是反对 就是扔那么多钱 将来始终都要 加税 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 是 比如美国 欧洲 全部都过了 加拿大算是稳健 如果自己是9% 全部都是这样 美国都是这样 欧洲全部都是这样 但是 加拿大也是这样 但是 暂时来说 就算派到现在 比如今天听新闻说 去到现在 还有四百多万人 是拿个CRB 就是用了三百多亿 但是都叫做 就是 它经济都还是叫做 稳固 都没有去到很 很迷衍的水平 因为其他国家都已经是 全部过了一百 这样的GDP 已经过了 我们很厉害 我们之前最高人 就是最多是850万 拿这个CRB 就是拿这个 保助金 就是拿这个 失业保助金 是八百多万 如果你说现在只剩下四百多万的话 那已经是 经济是慢慢的 是复甦的了 如果是这样说 是 那就是多了人 这个是多了人 是真的 这个也是事实的 你出去市面 例如你去喝茶 都是多了房子 多了人 就是和你在几个月前 里面想找一间 都没有 真的差很远 所以其实加拿大 都要多一些 出来消费 支持一下经济 有啊 你有没有出家 但是今天我就出去 走了一转 列治文 哇 找不到位泊车 排队 就是 很旺很旺 你去哪里都要排队 就是买什么都要排队 去很多间餐厅 我今天想 就是不想煮饭 就是出去吃饭 去这间又排队 哇 那间又排队 那算了 如果随便找一间 不用排队 随便吃了 那就算了 真是不错 我们这边的经济好似好似好很多 多一些人出来消费 是一件好事 就是 我通常周末都会出去 五六天多数 就是一至四 就是家里多一些 是 因为家人用了一辆车 走出去都没有车 就是一至四 但是又这样 那我说Q爺 我们其实BC省 我们多了人确诊 我们是比起 就是比起之前的三四五六月 我们是多了很多 我们今天有八十个 八十个确诊 我们只是BC省 但是反而多伦多 都是只有八十几个 但是多伦多有成千五万人口 我们只有五百万人口 我们BC省 就是其实我们 如果相对来说 我们的确诊人数是高的 是 可能就是因为 都是同计经济的原因 因为现在最新讲 都说 开始感染那些 是群组年轻化 是二十到四十岁 都这么多了 就是有很多这些年轻人 其实都不是 只是加拿大 就是美国 全世界都是 就是那些年轻人喜欢玩 去party 又不备 那就容易 就是多人中了招 就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最主要原因 但是相对来说 因为我们可能地方大 和人少 始终会比香港好些 都不 说实话 我昨天去过 因为家里有人 是不以为是中了招 因为现在 如果你身体有些不舒服 比如你头痛 或者是肚痛 如果你又要去上学 或者做事 为了一些同学 或者是同事的安全 你怎么都一定要去看看 但是我们去家庭医生 那些家庭医生 如果怀疑 他都未必肯看你 那就要走去 他不看你 昨天真的试过 特意开车去 去那些 即是所谓的测试 comic 9th 是的 在Boundary Street 是的 本来预约的 初初不知道 去到 12点多 去到 他说要排队 要去3点半 再去过 去到3点半 他的安排很好 其实不用下车 即是你开了一辆车 有几条路 排队 都要搞很久 起码搞了一整个小时 那就是 你登记的时候 就问清楚 那些病情 然后就是探后去测试 接着就是 是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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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概是 这个 两天之内 他说如果不通知你 就没事 如果打电话给你 就是有事 就是正确 哦 哦 那也不用排队很久 有些人说排队 要掉头走 有些人说 都要一个小时 都要 因为你去到 如果你没有预约 他会给你恩资 叫你迟些 即是再回来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 除了用车去之外 也有很多人是walk in 但是不算很多 即是不算很多人 如果车 三条路 都其实是几十架 即是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可以处理到 最多是几十架车 所以要分开时间 所以要分开时间 即是时间 几点到几点 即是可以 即是几点到几点 那个时间 我没有特别留意 基本上午 即是9点10点到到 即是5点左右 那些时间 是的 即是没有特别留意 这个时间 Q爷 我们要休息一会 现在 好 好 我们要休息一会 我们现在要 休息一会 回来有Q爷 好吗 好 回来再聊聊